接着是我是小主播单元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中华民国少数族群权益促进协会 儿少领袖培训营小主播的表现 大家好 我是主播高丞祥 新和国小家长会捐赠了 以看见特殊儿让不一样成为力量 为主题的天下杂志三月号给学校 希望借此肯定学校推动特殊教育 与融合教育的用心 同时也期盼能够为特殊儿 营造更好的教育环境 为了肯定学校推动特殊教育 与融合教育的用心 新和国小家长会趁着招会时间 捐赠了135册 以看见特殊儿让不一样成为力量 为主题的天下杂志三月号给学校 由校长方文仪代表接受 新和国小家长会会长陈胜宏表示 期盼透过赠书表达对特殊儿的关怀 同时也期许学校能够为特殊儿 开创更友善的教育环境 他的内容主要是针对在特殊生的这个部分 那希望大家能够多一点的同理心去理解特殊生 然后让特殊生能够成为班级的力量 而不是班级的负担 那我们家长会知道这个讯息之后 我们很快的做出决议 愿意提供学校每一位老师 以及班级各一本来供大家传阅 3月号天下杂志专访了新和国小老师 邓慧文与林巧云 谈述教育特殊生 还有与他们相处的经验 邓慧文也特别感谢家长会 让全校师生有机会进一步认识特殊生 拉近彼此距离 融合教育其实无论在哪个国家进行 它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包括在台湾进行了20几年 它绝对不是从一个孩子或是一个家庭 一个老师就可以做起的 而是要从孩子的努力 整个家庭的配合 然后整个学校 以及整个社会的接纳 融合教育才会做得更好 那很谢谢新和国小的整个 就是校长啊 还有行政啊 以及多年来在资源班 所努力的老师们 可以让我们整个新和的孩子 能够在一个很友善的校园里面 可以一起来学习 这本书里面有很多 关于我们特殊生的一些 如何相处跟如何沟通的一些方法 希望对老师在教学现场有很多的帮助 那学校也会利用在各个学年的教学研究会议里面 对这本书做一些相关的研究跟探讨 希望对每个老师在特教专业资能的增进上面都有所帮助 新和国小校长方文宇表示 融合教育的推动有许多的挑战 需要家长老师与同学们共同支持 建立良好的沟通管道 不仅使有特殊需求的学生在学习上获益 也能够给予其他同才学习艰难的机会 让不一样成为力量 记者声评这本期 新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